我是任伯文,就是陆雪的上司 你今天为什么站在后边,你为什么不站到这儿说 我觉得你冷静一点 上台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主持人应该也看到了,他现在这种状态 他的状态似曾相识 很像年轻时候的我们,年少气盛 可以理解,你还是比较成熟一点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跟这个李楠说过你喜欢陆雪 那我今天不怕当所有人面再告诉我一次 我是喜欢陆雪,陆雪 问一下,什么时候喜欢上台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向陆雪表白 因为我知道他有男朋友 所以我一直到今天为止之前 我从来没告诉过陆雪,我喜欢他 更没跟他表白过,也没有追求过他 我怎么了,难道我没有喜欢别人的权利吗 你有什么资格喜欢 她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女朋友 但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你却在大家面前说出了你喜欢陆雪呢 其实我今天来这儿是想把这事讲清楚 而且没有说今天要在这儿跟陆雪表白 你已经说了呀 是男朋友问我,那我为什么不说 我觉得我蛮荡荡啊 那我可以理解你表白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啊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你接下来跟陆雪还要在一起工作 但是你今天已经说白了 那你们还怎么在一起工作呢 陆老师 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是有喜欢别人的权利的 而且在我们接触的过程中 我很尊重陆雪 陆雪他也很尊重自己 反而现在是他男朋友不尊重自己 更不尊重陆雪了 嗯 我是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什么 还是你觉得我们做什么的 你都跟陆雪说那些话了 我还不相信 你都嗯 就想做什么 你都说这些话 你带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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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